新疆423暴力攻击案件发生后 危害冲突更显紧张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一步部署维稳工作 2009年新疆发生危害冲突超过200人死亡 中共喉舌《人民日报》4月24日发表评论文章 将近日记者赴四川亚安地震灾区采访称为天乱 引发众多媒体记者吐槽 南都周刊副主编新门不安愤怒地说 《人民日报》真正演绎了什么叫恬不知耻 自4月23日开始连续多天 100多人在山东省乳山市政府门前集体下跪 要求建市政府领导讨说法 下跪者说 一年前全国各地的1300多名民众 被乳山市昂市集团诈骗了4300多万元的集资款 到现在都得不到赔偿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歌平表示 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 2012年中国连锁百强销售规模达到1.87兆元 增幅为13.3% 是连锁行业增速较慢的一年 经常也在电视整理报道 2014.4% 2014.4% 2014.5%